德国本周向来自英国葡萄牙和其他德尔塔变异病毒高发地区的旅行者敞开了大门 废除了之前制定的旅行禁令 大家好,我是陈斌,在柏林带你了解欧洲时政 除了英国和葡萄牙进入新名单的还有印度、尼泊尔和俄罗斯 所有这五个国家都被从变异病毒关注地区降级为高发地区 以前来自这些国家的旅行者被禁止进入德国 现在来自这些国家且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将不需要隔离 德尔塔变异病毒在欧洲快速蔓延 德国部分联邦州近日纷纷要求收紧入境规定 但是默克尔拒绝关闭与邻国的边界 此举其实是迫于外交和经济的压力 此前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批评了德国对葡萄牙公民的旅行禁令 给两国关系施压 此外,夏季旅游记是欧洲各国收缆银子的最佳时刻 德国也不例外,因此不能错过一年中对GDP做出贡献的最佳时段 但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欧洲蔓延趋势不减 在德国6月初,感染该变种病毒的人数 在全部新增病例中的占比一周之内翻了一番,达到6% 根据德国免疫学协会秘书长瓦茨尔的判断 这一比例在7月可能超过50% 与阿尔法变种不同,德尔塔变种具备更高的传染性 感染后症状也更明显 德国声明党卫生专家劳特巴哈表示 德尔塔变种感染者住院率为11%,这是阿尔法变种感染群体的两倍 这个差异确实很大,尤其体现在年轻群体之中 不过德国儿童和青少年医学学会秘书长布卡特·罗德克表示 就目前英国的新冠数据来看 虽然德尔塔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比原始的新冠病毒毒株高60% 但是它的致死率却很低 德国法定健康保险医师协会主席安利亚斯卡森认为 到7月底德尔塔变种很可能在德国成为主流 但他也认为不必因此恐慌 虽然传染性更强 但危险程度与其他变种病毒并没有明显区别 尽管专家试图安抚民心 但是联邦政府的后知后觉以及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操作 让德国民众失去了信心 德新社最新民调显示76%的德国人 担心新冠疫情将在今年秋季再度反弹 74%的担忧政府会在秋季再度收紧防疫措施 针对民众对秋季可能爆发新一波疫情的担忧 德国议会中多个反对党敦促联邦政府提前做好准备 去年夏天德国也是完全放开措施 也正是这样导致了第二次封锁 从去年11月一直延续到今年的6月 作义党称 去年德国政府夏天的相关准备工作可谓是一团糟 为此现在必须马上为秋季可能在中小学出现的感染树上升现象提前做好准备 绿党呢则呼吁立即在出入境关口设置检测点 并强制对所有出入境度假返程的旅客实施检测 而这些意见不知道现任政府是否会听进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